此时危在旦夕的金天一还在狂奔 在将人追丢之后 他环顾四周 发现美雪就在不远处 着急对方安慰的他 不管不顾的就冲了上去 就当要触碰到时 美雪竟然飘了起来 对就是飘 而且还是无面 这将金天一差点下出了心脏病 仔细看时才发现 这是地狱傀儡师的把戏 他利用人偶伪装成美雪的样子 将金天一又变到这处沼泽地 而之所以选择对他下手 是因为这家伙的直觉告诉自己 金天一的身上有股危险的味道 所以为了防止自己这一生中 最重要的魔术表演不被搞砸 金天一请你去死吧 而且还是一边说 一边看着金天一做着无力的挣扎 在他的手慢慢地沉入沼泽后 优雅地送上鲜花转身离开 另一边 剑池大叔协同着熟悉地形的旅店经理 在四处寻找金天一的下落 无助的梅雪甚至已经祈祷 保佑着他的阿姨平安归来 像是在回应了梅雪一般 金天一竟然又从沼泽里冒出了头 这里我的感觉就是 主角光环的话 作者君是稍微加大了一点 毕竟要是按照开挂的选项来看的话 我认为只是将所写挂打开而已 因为最后还是需要他自己出来的嘛 就在金天一考虑怎么从沼泽里出来时 外挂小松鼠送到 刚巧口袋里还有梅雪送的 没吃完的饼干 就这样金天一自降身价的做弟弟 喊着松鼠大哥将饼干递了上去 利用松鼠那一点点的重量将树枝压弯 在一瞬间抓住他 但哪知道手滑了 不一会儿剑池大叔众人找到了这儿 看着眼前的薔薇花和金天一的衣服 听着当地人说着沼泽那恐怖的特性 无不彰显金天一已经凉了 梅雪想要上前查看 却被着急的左目拦下 看着焦急失神的梅雪 剑池大叔开始脱衣服 他要利用腰带和领带做绳索 要亲自下去查看 毕竟人是他带出来的 感觉挺煽情的 以至于金天一从旁边的草丛里冒出来时 都是这么说的 看着眼前的众人 金天一是放松了精神 并且体力不支的晕了过去 然后作者君就有些偷梁换柱 避重就轻的画了这么一幅对应的噩梦场景 但我就是想知道 金天一是怎么从沼泽浴里里出来的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然后金天一在噩梦中醒来 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而旁边是因为担心他而一直陪伴的梅雪 但是这家伙上来先卖一波惨 然后就是正大光明的吃豆腐 就他这种精神状况 看来是没问题了 甚至刚刚进屋的明智都不由的感叹 金天一 你的生命力和运气就像蟑螂一样 玩笑过后开始正式话题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游凉间身上的伤口已经停止了出血 换句话说 尸体在舞台上出现时 人已经死了15到20分钟了 那么问题来了 之前的活生生的傀儡木偶是谁在表演的 是地狱傀儡师 而这就能肯定凶手就是魔术团里的人 因为即便是团里的那几个 也只有少数几人知道这压轴系的奥妙之处 然后还有个重要线索 五年前的进宫梁子 那场意外不是事故 他是被杀的 就在金天一二人在这里讨论时 那位团长夫人西海也察觉出了问题所在 在他说出是杀人灭口后 他也被小黑从背后击杀 然后再次回到金天一明智二人这里 明智讲述着事情的经过 当初45岁的进宫梁子从天花板上掉下来 尸体旁有块木板 警方调查是自然脱落 但问题就出在木板的钉子上 因为它没有生锈 要知道魔术团里的天花板属于危险场所 使用的钉子都会人为的涂上醋 加速生锈 以此产生阻力使其不易脱落 而当时的情况应该是有人将木板上的钉子换成了新的 以至于人踩到上头直接脱落 因此造成了事故 然后就是薔薇花也有问题 进宫梁子死时 撞到舞台上装饰用的花瓶 而花瓶里装的就是白薔薇 是他的血将白薔薇染成了鲜红色 突然外边传来了骚乱 出来查看时得知 有人听到团长夫人房间里传出了求救声 而此时的小黑还在屋子里 当众人将门撞开后 屋子里半个人影都没有 但是当金天一慢慢地掀开窗帘 看向窗外时 呈现在眼前的是这般景象 看着这场景 剑持大叔发出了疑问 刚刚里面还有动静呢 人呢 而明智给出了解释 和昨天的舞台上操作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次是利用了窗外的树枝而已 而证据就是尸体上的泥土 说明曾接触过地面 而梅雪则没有参与讨论 她是看向了正在纳闷的金天一 因为金天一觉得这个房间有问题 但是看了一圈 好像又和其他的屋子没有什么不同 所以只能请求左幕用心一点将拍摄全面一些 由于再次发生了命案 所以众人又一次地被集合到了一起 并说明了游梁坚在节目表演前已经遇害 当时是凶手完成的活生生傀儡木偶戏 所以大家不由自主地叫目光看向了左近寺 因为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会了 但是这家伙即便如此 依旧是不慌不忙 虽然说这个压轴戏是由团长夫妻 游梁坚加上自己四个人共同想出来的 但是你们警方也不能以此为证据 就说我是凶手吧 并且反问 闪闪团长被杀时手法是怎么完成的 毕竟自己是完完全全按照要求 并且也被检查过的 然后在讽刺一番日本警察的黑暗后 悠然自得地离开了 确实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而且看着对方那嚣张的态度 剑池大叔气得是咬牙切齿 但是剩下的几人里 灵梅师他说话了 这个左近寺真的有可能是凶手 因为那天晚上 进宫老师出事的前几个小时 左近寺他曾出现在天花板上 而正要往下说时 这个家伙竟然又回来了 并且对着灵梅师一番的阴阳怪气的 威胁 然后对着剩下的众人一番友好的解释后 再次离开 之后剑池大叔的暴脾气上来了 这个左近寺绝对就是傀儡师 他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独占剧团的压轴戏 但明智很冷静 确实如左近寺所言 不能够以此将他定罪 而且假如这个压轴戏 不是他们四人所想呢 而是由五年前驱逝的 进宫梁子想出来的呢 然后面对着众人的惊讶 明智更是爆出一条更加劲爆的消息 因为自己曾亲口听对方说过 然后讲述起自己六年前 与进宫梁子的初识 那时候的自己刚刚上任为警部补 一个女人在接受检查时 发现了她随身携带着大量的刀具 但她却说那是自己吃饭的家伙 然后在面对警方的质疑时 抢过其中一把长剑 对着自己的喉咙直接捅了过去 对面这二人都吓傻了 好家伙 一言不合就捅脖子 而且还捅透 但是随后身后就传来了掌声 明智的解释也让这俩人放下了心 对方是个魔术师 她的领子里有专门弯曲的金属管 而那把剑也是软的 手法快一点的话 确实是个惊悚的画面 而这就是二人初识 在得知了对方的身份后 明智也会有时间就去观看对方的表演 慢慢的二人也就有了一些私人性的交谈 当初他自己准备出国进修时 在机场的大厅遇到了从英国处理完私事后 回国的进宫梁子 简单的交谈后 对方说出了自己刚刚想到的魔术点子 假如人偶将自己的线剪断还能动起来 会不会很有趣啊 而明智也适时的提出骑单车的项目 对方赶紧掏出记事本完整的记录了下来 而那个记事本就是为了让自己 能随时随地的记录魔术点子用的 值得一提的是 那里边的魔术他并不打算自己表演 因为这个本子是礼物 是将来某个人在登台表演前至关重要的礼物 而且从言谈举止中能看得出 他对对方有些愧疚感 不久之后 明智在洛杉矶得到了他死亡的消息 回国后的他感到疑惑 而且稍作调查后发现 他随身携带的那个记事本不见了 所以这次的案件动机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他那四个弟子为了记事本而杀人 然后有人向他们来复仇的 这边明智交代完了动机 而小黑也在观察着他们 尤其是在得知他们了解了记事本后 更是要加快进程了 突然众人身后一个小鬼是哇哇大哭 原来是够不到飘上了房顶的气球 而金天一这个运动白痴 够个气球都费劲了 所以明智毫不客气的日常嘲讽 然后金天一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山神团长死时 房间里除了蔷薇花 还有满屋子漂浮的气球 而凶手这么做的意义何在呢 并且对于剑池大叔那种所谓的 只是不正常人的思维的这种说法 因为凶手虽然是个变态心理不正常 但是他的智商没有问题 那么他为何要做这种无用之举呢 然后再一次的仔细翻看录像 金天一终于发现了端倪 手是飘着的 对应着气球的意义 再一次的翻看这平面图 金天一明白了对方的手法 气球果然是极为关键的道具 随后他立刻请剑池大叔帮忙联系北海道警局 要求再次调查事发车厢 已经知道了手法 所以现场一定会遗留痕迹的 然后就是一个特写 金天一是要揭穿对方的假面具 就在金天一摆着pose要逮到傀儡师时 剧团那里又出了新的状况 左金斯安排着其他的人进行众人的行李打包 因为现在剧团里只剩下四个人 然后嚣张的询问 我这么做犯法吗 金天一很着急啊 万一这些行李里有重要证据呢 正想着旅店经理推出了一个大箱子 是装着傀儡木偶的那一个 而左金斯在贴上标签后 露出的笑容有些诡异 站台上货运列车进站了 也就是说这些行李即将被带走 急得金天一 甚至想要让剑池大叔随便编个理由也好 先将行李拦下 但是眼看着工作人员的操作时 他想到了一些事 他的脑海里闪过众人在刚下火车时的检查 行李的安置 旅店经理对自己说过的话 当这些线索过了一遍之后 一个想法浮现了出来 之后他转身寻找自己的助手左目 要求打开尾巴 他要查看那天爆炸时的录像 查看过后果然就如自己所料 就这样金天一解开了山神团长尸体消失 以及出现的诡异手法 然后又是录像带里 无意中闪过的一幅画面 再次给金天一带来了提示 那是旅店里团长老婆的房间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总觉得不对的地方在哪 是翡翠原石 每个房间都有摆件 而那里的不见了 说吧转身要去验证自己的猜测 打开门后果然不出所料 这个房间里有两块原石 而这块石头就是傀儡师犯下的最大的事物 所以一切的谜题解开了 然后拜托剑池大叔 将刚才魔术团运走的那个大行李箱 悄悄的带回来 他要向大家展示一个魔术 准备完毕后众人再次集合 金天一这次也不废话 直接声明凶手的所有手法 自己已经全部砍穿 然后就是开始解密环节 老样子我开始加快速度 用简洁的话语为大家揭开这次的手法 首先是这起事件里的三个谜团 第一列车里消失的尸体 第二尸体为何会出现在旅馆里 第三谁是连续的杀人凶手 在解开谜题之前 面对着佐金次的调侃 金天一很不客气的指出 所有案件的起因 全是因为五年前进攻灵子的事件 那不是意外而是场谋杀 而凶手就是他的四个弟子 然后面对着佐金次的否认 金天一指出了他们的目的 就是进攻灵子随身携带的那本机师本 魔术点子 它等同于魔术师的生命 它象征了财富和荣誉 尤其那还是出自魔术女王的手笔 所以五年前你们四人将进攻灵子 引诱到剧场的天花板 伪装成意外 实际上它就是被你们杀害的 随后你们利用了它留下的机师本 创造了幻想魔术团 机身一流 而证据就是你们的压轴戏 活生生的傀儡墨偶 明智接着说 那个点子就是进攻灵子想出来的 而且在生前还和自己亲自交流过 自己也是亲眼见它写到了机师本上 看着无比紧张的佐金寺 今天一接着说 你们本以为这一切是顺顺利利的 但是有一个人发现了你们这卑鄙的行径 所以他要为进攻灵子报仇 而他正是地狱傀儡师 而这个傀儡师 他有一个最大的失误 就是这颗原石 团长老婆被杀时 这颗原石消失在屋子里 而在他正下方的房间里 却多出了一块 而且之前服务员曾表示 在事发前出入死者的房间时 还好好地摆在柜子上 也就是说 凶手利用了这块石头逃离了房间 大家都知道 当时凶手因为情急之下 又是运用了和舞台上一样的手法 但是这一次 他需要一个先决条件 体重 明智是脱河而出 没错 凶手需要带着这颗原石 才能高过死者的体重 听到这 众人将目光看向了残奸离美 但是女孩失口否认 而金田一则不急不忙地 又拿出了一份录像 正是当初剑池大叔 要求众人报体重的那一幕 画面里 死者西海是53公斤 离美是武术 而唯一一个比死者要轻的 只有一个 高远摇一 他只有50公斤 你就是地狱傀儡师 接下来 金田一就开始解释 第一个谜题 火车上尸体消失的魔术 火车 人偶 薔薇花 以及漫天的气球 金田一是1比1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过程我就不再赘述 因为那就是水内容 还原了当初的操作后 左目从旁边的厕所里出来 向大家展示着厕所里的绳子 玩偶的头部 之后金田一为大家解惑 床子那么小 人体过不去 那是因为穿过窗户 被带到厕所的 只有头和披风而已 然后老样子上录像 录像里 山神团长的手 仔细看的话 是绑着气球飘着的 也就是说 披风下的人体是假的 那是用气球做出的人体形状 掩盖在披风之下的 而满屋的墙围都是带刺的 所以当初大家关上门后 听到的声音里 就掺杂了气球爆破的声音 而且由于屋子里 本身就有很多气球 所以开门后 地上留有残破的气球 也能被掩饰过去 而这就是尸体消失的谜题 然后面对高远提出的漏洞 金田一做出了解释 为了不让人在发现尸体时上前触碰 薔薇花的花疼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的目的就是让人在一瞬间停下来 停下来后 第一个心理栏杆就形成了 然后是第二个 提前准备的炸弹风波 由于之前的炸弹事件 虽然只是放了一个烟花 事件也得到了平息 但是当大家发现尸体时 屋子又开始冒烟 现场众人就已经开始联想到炸弹了 而在此时有一个人在大喊一声有炸弹 那么大家的第一反应会如何呢 而且当初喊出有炸弹的人就是你吧 高远先生 只能说这手法是精妙绝伦 从薔薇沙拉开始 你就已经开始为众人设下心理暗示 目的全部都是为了这瞬间的尸体消失魔法 然后高远再次抛出个问题 山神团长出了头 其他的部位在哪呢 金天一也不慌张 因为这个谜题他也解开了 当初在火车上你杀害了团长的同时 就直接将他肢解了 也就是说 在发生三号式案件之前 尸体已经不在列车上了 而且还是你亲自搬下列车的 而这手法就是这个 说着金天一拿出了一张单子 那是一张货运列车的托运单 而这就要提到了火车上的那个炸弹风波了 他看似是恶作剧般提前20分钟做出预告 实际上他有着为搬运顺利完成的重要任务 老样子上录像 大家在下车避难时停到了货运站 当时月台上有着另一辆列车 而那辆车的目的地也是这里 甚至还在大家所乘坐的列车到站之前抵达 当时的高远下车后不慌不忙地背着背包 在经过货运列车时 找到自己提前寄出与自己身上装饰袋一模一样的袋子 与之调换后在若无其事地混进人群 而货物的收件人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早遭创造出来的人物 都经跟囚夫那个头戴面套从入住之后就不曾出现的怪人 然后又是上录像 这是疏散时高远的袋子 这是旅店里都经跟门前货运过来的袋子 然后在屋里将尸体组合就和那个傀儡墨偶一样 说到当初预告信里的墨偶 他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伪装 伪装山神团长被分尸的真正意图 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小问题 那就是团长的头 当初他实际上一直都在高远随身携带的箱子里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在下车时曾找剑池大叔纠缠 当着他的面曾掏出过计划表 试问哪个人会想到有人敢当着警察的面 打开装着人头的箱子 这家伙利用心理诡计将所有的人耍的是团团转 事已至此高远也不装了 他只是在可惜 可惜当时应该亲眼的确认金田一死掉才好 而且对于魔术师来说 当把戏被看穿之时 自己就要落下帷幕了 面对着金田一的质问 高远笑着回答 只是杀人太无趣了 他要演绎一场完美 华丽 神秘 而又充满着诡异的艺术犯罪 要让所有的观众都目瞪口呆 因为他自己才是那个纪事本的正统继承人 他是进宫良子唯一的儿子 关于高远的字述 我就不做太细致的讲解了 因为他与其他的犯人是不同的 而且这个时候作者的设定应该是 此时高远的家庭背景 只是他的作案理由而已 首先他自幼于父亲生活在英国 父亲是个刻板的人 而且他自小被要求事实完美 家里就如同监狱 七岁时 从未带自己出过门的父亲 突然带着他来到了伦敦公演 看魔术表演 而那是第一次与进宫灵子的相逢 而那场眼花缭乱色彩缤纷的表演 也让他自己深深的爱上了魔术 甚至回去后 自己会偷偷的独自练习 听到这儿的金田一发出感慨 血脉啊 而高远则回应他 自己是为了产生那种欺骗别人的快感 而你金田一 则是为了拆穿别人轨迹的那种使命感 然后高远继续讲述起他们第二次会面 那是自己十岁生日 在公园独自练习魔术时 进宫梁子出现 对方在听到自己说 希望将来也站在舞台上时 便教导了自己几个简单的魔术手法 在离别后 更是说出 将来要将自己的魔术点子送给自己 并约定好时间 在十八岁生日的时候 而那之后就是有别 自己在十七岁时 父亲去世 在整理家中遗物 无意间发现了父亲的日记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自己就是进宫灵子的孩子 而且自己这个人 不喜欢那种催人泪下 所谓的感人场面 既然想要相认 就要以一个一流魔术师的身份 站在他面前 但是很快 自己得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这让当时正在学习的自己 是备受打击 三年后 他结束学习回到老家 在整理家中堆积如山的邮件时 发现了两年前 自己生日时寄到的记事本 里面是各式各样的魔术精华的点子 说到这儿 高远掏出了自己 一直随身携带的记事本 明知立刻反问 他是不是有两个本子 没错 高远回答道 自己的这个是他事故前几天寄出的 而他的则被弟子们抢走 在高远拿到了记事本几个月后 他来到了日本 他想见识一下 进攻灵子留下的魔术团手法如何 哪知道台上的表演是完美无缺的冒牌货 他们自称全是自创的精彩魔术 和本子里记载的一模一样 回想着这一切 看着眼前的表演 一个念头浮现了出来 为了调查真相 他自己应聘经理加入了魔术团 结果他们无意间真的露出了马脚 在他们的一次谈话中 四个人当时确实是想威胁进攻两子 得到记事本 但是左金四那个家伙 竟然提前上去将钉子动了手脚 既然他们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那么他们就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而他的这番言论 左金四很不屑 他从怀里掏出记事本丢在地上 然后指责在场的警方 为何不将这个穷凶极恶的犯人逮捕 并且一口咬定 自己的本子就是老师送给自己的 当时自己确实上了天花板 但是那又如何 有证据吗 而高远则捡起了自己母亲的遗物 在翻看过后 他竟然提出要求 记事本属于自己的请求留下 在被左金四嘲笑内容都已经死死的记住时 而高远的表情是有些嘲笑或是讽刺的意味 然后他心甘情愿的戴上了手铐 火车站里 左金四嚣张的狂笑 因为没有证据不能将他定罪 但是高远对此时熟视无睹 因为这个左金四 进攻灵子本人会用火焰的铁锤 亲自制裁他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金天一陷入了沉思 不知过了多久 拘留所里有人突然询问 今天几号了 当镜头拉近后才发现 竟是高远 同一时间 金天一 梅雪 左木 出现在左金四的表演现场 由于之前的那场恐怖杀人案 魔术团的声望 又上了一个台阶 突然人群里 一位美少女出现 是李美 她在那个时候 退出了魔术团 虽然另一个团队不是很出名 但团里的人气氛很好 她自己出师 是指日可待 就在几人插昏打磕 开玩笑时 左金四 在一群记者的拥促中走来 看着对方那虚伪的表演 金天一嘲讽到 自己这些人 是来观看你偷来的魔术的 而这个家伙 接下来说的话 就有些肆无忌惮了 就算是我动手又如何 老师踩到上头 终究是偶然吧 我又没逼他 这个家伙 真的是太嚣张了 找到座位时 身后竟然是这二位 原来明智 他也有感觉 他感觉这场表演 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台上 左金四将展开 两个小时的魔术表演 而他的助手 还是那个灵媒师 音婷 李美介绍说 之前确实有人想挖走他 但是却被左金四 用高额的薪水 流了下来 毕竟 这么一个有威胁的证人 还是留在自己身边比较好 台上 精彩的表演 很快来到了尾声 最后一个魔术 叫做 无重力言 天外消失 左金四解释 自己将要进入漂浮的岩石里面 等到岩石被火烧成灰烬之后 自己将会毫发无伤的出现在观众们面前 在将自己的手脚都靠上后 自己还说 一会儿假如里面传来大声的呼救啊 好烫啊 也请大家不要浇水 然后两把锁头将门锁好 石头确实的慢慢的飘了起来 而火焰也突然的冒了出来 但是石头里却突然传来了左金四的尖叫 他大喊着出问题了赶紧开门 但是打开之后为时已晚 等众人用灭火器熄灭时 人已经是烧焦了 魔术团的人都傻了 因为排练的时候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啊 这是今天一想起了高远离开时说过的话 而身后明智接到了拘留所的电话 高远消失了 离开了表演现场 众人来到餐厅闲聊 明智说 他明白了左金四之死的原因 表演道具岩石是假的 在外边涂着是鳞 鳞的燃点很低 低到手指摩擦都能起火 之所以排练时没有出现意外 是因为舞台上的照射灯 由于演出时 灯是一直开着的 而石头更是在灯光的中心位置 所以经过高温照射很快就会燃烧 而这么一个有缺陷的魔术 正是进攻梁子在祭祀本上的最后一个 也就是说 这个魔术是个防盗手段 所以高远才会在看到祭祀本时 乖乖的被捕 因为啊 他要将这个死亡魔术最精彩的结尾 留给自己的母亲去亲自表演 说到这儿明智不由的感叹 高远摇一就是个天生的犯罪者 而作者自然也要给金天一来个特写 正式的确立二人那种相爱相杀的关系 好了 本期的案件就到此为止 之后就开始是个人总结吧 这一期啊 高远摇一上线了 但是就我当年的观感来说 只觉得这家伙是个狠人 比六星战神还要狠 他是真真正正的那种末世生命 当然大家就是现在网上 关于他与金天一的那种相爱相杀的讨论 我就不在十人崖会 因为那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而且我和朋友们互动留言时 也曾说过 就是编号十九后的金天一 虽然看过 但是基本上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动画版的金天一 说实话我只看过两集 所以就是我现在对于金天一 整个系列的认知 实际上还停留在 二十年前非典的那几年 虽然最近这些年 也是没事在网上 和大家吹吹牛皮打打屁 但是说实话 很浅显 全是皮毛 核心的东西 早就忘了一干二净 所以就是关于高远啊 我在这里我就不再聊了 等到金天一系列 现在好像是五十五期吧 五十五个案件 等全部做完后 脑子里有了东西 就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的东西时 再和大家一起讨论吧 还有就是一点就是 B站的朋友们 现在天天在催更 非常家庭 所以金天一系列 我就先缓一缓 先出几期非常家庭 毕竟我做这个频道时 是将自己的定位 定在漫画解说 而不是金天一系列解说 虽然这么说 有限的几个订阅 可能会推定吧 但是就频道长期的发展而言 金天一的圈子 局限性太大 因为整个漫画圈 你找不出金天一的替代品 当频道全部都是 金天一的粉丝后 内容做完了 再转其他的 是肯定做不下去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 两条腿走路吧 一个严谨伤脑 一个轻松搞笑 两条腿起步 虽然说会慢一点吧 但是可能会走得远一些 是吧 好了 谢谢朋友们 听我叨叨这些 有的没的东西 也非常感谢朋友们 到现在没有离开 那么本期内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